首先的話一樣去下載那個CSV CSV裡面就是日期 跟A欄是日期 B欄的話就是它的數字 那我們要把這個數字變成一個圖的話 首先第一個把它讀進來 那至於怎麼讀 我想這個地方因為證照考試裡面的話 它會用到一個CSV 當然你不用也沒關係 反正呢 你只要想辦法把A欄的資料放在哪裡 放在X 然後呢B欄的資料放在Y就可以了 至於用什麼方式 我想可能方法蠻多的 你可以Append進去 都沒有關係 再來的話 當然所以X跟Y有了之後 那怎麼樣把它放進來 基本上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這個圖裡面 基本上有一些地方可能要特別注意 因為如果說我今天要把它繪釋出來的話 其實最重要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把什麼呢 把那個X的值放在這個第一個數字 Y的話放在第二個數字 當然因為這個地方呢 就是X跟Y的資料 然後最後有一個Label Label的話是這一個 叫Banana 不過特別注意 那個Banana這個 這個最後如果你要讓它顯示的話 最關鍵呢 還必須加一個敘述 就是這個地方 有個叫什麼 Plt有一個叫Legend 也就是你這個Legend去數沒有的話 它這個圖 那個叫圖裡 也不會顯示出來 所以如果你要讓這個Banana 這個Label要顯示出來的話 除了你這個地方要加一個Label 等於這個之外 Legend這邊也需要 其他的話 也是跟剛剛一樣 就是說 你那個XLabel 這個是Data 所以這個Data的話 實際上就是這一行線 這一行完成的 然後另外的話 這個地方 有個NT$ 這是Y的Label 不過它預設的話 變成旋轉好像90度 變成你要這樣歪歪的看 實際上我找了一些屬性 好像這裡面 這個MatePriLab裡面 好像它沒有旋轉的 這個可能你們要再查一下 不過假設你要把它轉正的話 看看它這個屬性 裡面有沒有其他參數 可以讓我們旋轉 應該NT$好像它轉了 應該是向右再轉個90度吧 所以這個向右轉90度 這可能要再查一下 我看我之前好像沒有查到 它有這個可以旋轉的功能 那如果有 沒關係 你就加進去 它那個旋轉就可以加上去了 那其他的話 還有一個Title 所以這個Title把它加上去 那就會增加這個上面的這個名稱 把圖就可以畫出來 另外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地方變 因為它這個是最陽春的 就是只有藍色的線 不過你要加上什麼 顏色變更 端點加上去 然後是不是變成虛線 那一樣你可以配合401 裡面那個地方的敘述 就可以把這個變化一下 這個的話是402的題目說明 那最後 因為今天剩的時間不多 其他相關的細節 這邊我其實也有用畫箭頭的方式 底下還有一些什麼 看你這個圖力是要放哪裡 好像也可以再去做一些相關設定 那這些的話 其實你們在網路上其實應該也查得到 或者是說你可以從那個第12個單元 我第12個單元 這邊好像有一個連結 應該是這個連結吧 這個是Mate Private Lab 它的官網 其實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跟那個Pandas那個官網 甚至比那個官網裡面的資料 還要更多更複雜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那個相關的訊息 其實你可以連結這個第12個單元裡面的相關敘述 那我在第12個單元裡面其實還有加了一些 就是比較基本的繪圖開始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要再做一些資料補充的話 其實可以在這邊看 你會發現 最原始的假設畫一個簡單這樣的圖 其實只要這幾行就可以了 應該是什麼 1、2、3、4、5行就可以了 最基本的圖 那加上樣式再加上那個多個圖等等的 這邊我想請各位 也許自行再稍微看一下 那另外的話 我們後面在403的部分 有直條圖 那直條圖跟各位講一下 直條圖跟那個折線圖最大的不一樣 其實就是說 我們的語法最後如果加一個叫bar的話 就是把它畫成直條圖 如果加一個priceplot的話 那就是畫折線圖 差別在這裡 一樣是要給資料 然後給它的一些相關的size訊息 還有顏色把它變更一下 畫出來就長得像這樣直條圖 那另外圓形圖的話 底下最大的差別其實就是這個敘述啦 這個敘述的話叫什麼 這邊有一個敘述叫π 有沒有 所以bar的話 其實就是畫什麼 畫直條圖 如果是π的話 那就是畫什麼 畫這個圓形圖 另外的話 這邊 這個題目裡面還有多一個功能 叫做把它炸開 什麼叫炸開 本來那個圓形圖是黏在一起的 那你要把它分開來 分開來就凸顯這個區塊 還是比較大的區塊的話 那其實就是炸開 炸開的話 基本上 就是在語法裡面就是 這什麼 ispo 有沒有 就是把它炸開 那跟他講說要炸開多少 一個敘述 他就會知道說 你要把這個哪一個區塊的資料 把它炸開 最後的話 可以把兩個把它合併在一起 403的部分的話 這邊就有講到 如何把這個兩個圖的部分 再把它結合在一起 就是所謂的什麼呢 subprime 就是說呢 再加上一個subprime 就是說 我要左邊多少 右邊多少 兩個把它結合在一起 那就可以把一張圖 畫出幾個 甚至兩個可以 也可以四個也沒問題 甚至八個都沒問題 所以其實 假設說你要用這個 畫出像那個炮比 炮比可以畫一個什麼 Dashboard 其實也是OK的 沒有問題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 再去延伸 把它做得更複雜 OK 那其他的話 我想請各位再試試看好了 404的話 其實也是直條圖 跟剛剛這個蠻… 直條圖的話就BO 所以你會發現 資料讀進來之後 做邏輯判斷 然後最後的話 再把它用那個 就是加到那個BO裡面 做敘述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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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